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Briant的世界 我是Briant 今天呢又來到了家世的春拍御展的現場 那麼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上次的影片 上次的影片呢其實帶給了大家非常多驚奇 不管是在手錶珠寶還是油畫等等的 那麼這次呢聽說也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作品在等著我們去解鎖去觀看 那大家就跟著我一起來看看今年的春拍到底如何吧 Let's go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次家世的春拍油畫的部分 那麼有請Eric來幫我們做個介紹 我們這次油畫呢有一件非常特別的草菅米生的蝴蝶 作品呢是在2009年完成的 那一般來講草菅看到的作品都是像南瓜啦 或是像無線網抽象的部分 那這張蝴蝶呢也承襲了草菅米生呢在這種所謂的點線跟顏色之間 創造一種自己的鏡嘛 應該是這樣說 對 他自己的意鏡 所以你鏡看的時候他有一種抽象化的一種視覺 很繽紛 但是你會融入 遠看就是一個很漂亮的蝴蝶 對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承襲了草菅米生在主題上來講他個人的一種 獨特的風格 比如說你看這個線條的用法 他這邊緣的線條 雖然是像是一個幾何的架構 但是他把這種幾何架構的方形線條跟圓的這蝴蝶上的點點 那透過這種好像是一種拼貼的方式 做了一個融合 做了一個融合 那這個融合是既真實又迷幻又有他的個人造型 最主要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我覺得草菅的作品的好壞應該是看他的結構 他怎麼在這個結構裡面讓你在視覺上 帶領你進入他的世界 對 好 現在我們看到兩幅吳冠中老師的作品 這一次我們也是很難得有兩件很精彩的長期作品 這一張是1963年完成 那另外一張比較鮮硬的顏色是1977年完成 那在六幾年的時候吳冠中開始進入了另外一種 思考就是說能不能在繪畫裡面表達所謂民主性 所以他提出一個理論就是說 他的創作裡面希望他的作品能被辨識到 這是一個東方藝術家 或是中國藝術家 或是一個中國式美感的一種創作 所以這兩張等於是很清楚實踐了他的一個表現 所以我覺得在圖像上的表現呢 可以很直接的跟西洋的印象派做個對比 一個東方式的一個西洋式的那個表達 那這裡除了說就是說有很多細節呢 其實是很有趣的可以比較 比如說像這張63年的作品呢 他就比較像中文化一個平遠深的一種意境的表現 平景的部分做了一些像百花樹 或是柳樹造型的作為前景 那他就變成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好像是一個穿透式的 像臉目是一個穿透式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就進入了比較現代繪畫的概念 就是說你能不能在你的繪畫的主題上來講 達到另外一種透式的效果 所以這裡面呢 前面的部分在某個點上來講是一個一點透式 它是用一個很精彩的一個寫意的方式 比如說你看得到 這個呢很像是兩隻白鵝遠處的這個小船 是 對不對 然後這個細點呢就有點像人物在走動 或是一個大門 那這個部分他只是用了很簡單的一筆 就是一個筆觸在點綴它 所以他會跟著著題 跟你看這個圖像上的經驗 去連結你對風景的一個觀感 其實這個是一個寫意裡面很獨特的一種視覺經驗 所以他把這些東西融合在一起 那另外一張呢是 這張是1970完成 這張的顏色呢非常的漂亮非常鮮豔 然後在構圖上其實用到了宋代繪畫的一種概念 比如說你看到宋代繪畫 最直接的就是在主題上呢非常有壓迫感 它的主題在前景 尤其你說看這個像範寬的西山西女圖 就有類似一個效果 但是它又在這個空間上 它做了一個好像是一個隱藏式的空間 所以你可以想像你後面是有一個空間的 那這個部分呢構圖上你可以看到是從一個 東方的一種古典繪畫的構圖 做成一個比較現代的感覺 那現在感覺它其實透過了色彩 它用了這種很黃綠的 輕綠的一個效果 後面是比較重的顏色 到背景的話是比較空 所以前面重後面空 所以它用色彩來去影色空間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兩張都是它很典型 然後也很精彩的一個作品 好 現在我們來到一幅非常精彩的 趙無極畫作的前面 再麻煩您幫我們做個介紹 好的 這件作品呢是完成1964年的一件 我們稱之為狂草系列的抽象畫 那到了63年64年等於是它正式成熟 到了一個所謂的比較狂放的一種線條表現 那這個當然也跟它的經歷有關 因為它在60年初呢到過日本 到過美國去等於是遊歷一圈 然後它把當時最出名的一些藝術家 還有這些流派有關於抽象表現的形式 都等於是在很短時間整個看了一遍 所以在作品上來講它具有一個像海納百川的一種風格 細節上來講它可以有很多部分 像比如說在這邊 這一塊呢雖然是比較空年的效果 但在遠看的時候 你會可以聯想到中國畫的一種所謂的 像一江兩岸的平遠深的延伸性 你也可以跟比如說像 Wayland Turner這種 英國的所謂的古典時期的藝術家 的這種表現來這種對稱 但中間的部分呢 就比較有意思的比較精彩 因為他到美國的時候 他發現說在美國的藝術家 他好像脫離傳統 他好像沒有任何拘束 所以在抽象來講 他可以直接的畫家 直接跟材料跟畫布做一種對應 所以你看在上方的這個 所以白色的這種線條上來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是一種力量速度 還有這種節奏上 他不是追求一種筆觸的效果 而是一種材料跟自己的一種情緒出發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 這張畫很明顯的 在每個細節上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些效果 包括像下方的這個黑線條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看到 很像這種所謂張序的書法 中國的草術的方式 所以為什麼這個系列作為 黃草的一個作法是這樣的 那這張畫還有幾個特點 第一呢就是這麼大詞幅的 在六年代基本上是沒有的 對所以在詞幅上是特別的大的 那他創作跟一個建築師是有關係 那建築師就是等於是委託他創作 對那所以你看到 比如說趙姬跟貝綠明 合作的作品的詞幅都比較大 然後這邊的這樣的作品 也有些特色 第一個就是 它的空間感會比較特別 更為強烈 所以這張畫的特點是 它的這種肌理呢不是非常厚 但是你在空間上來講 你會發現它非常的宏大 感覺有景深很深的感覺 景深很深的一個效果 對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次拍賣會的書畫的部分 再有請專家跟我們做個介紹 是啊我們這次很高興收到 這件張大謙的作品 那我們從這件作品可以看得到 很多人都問我說 張大謙的潑彩 是不是因為他眼睛不好 才會畫得糊糊 對我有這個疑問 對對對其實這個是真的 他確實眼睛狀態沒那麼好 所以他工筆的部分開始減少 然後那個時候呢 因為他要蓋他的巴西的庭園 叫巴德園 然後呢那時候畫 蓋巴德園的時候 他搬石頭眼睛受了傷 所以呢有點內出血 對那內出血凝固了以後 變得黑墨團團塊 然後他就按照這樣 把它潑成一塊一塊的 然後去畫 所以是慢慢轉畫 對他算是畫為極為轉機 對對畫為極為轉機 然後呢他希望能夠開拓西方人的市場 所以讓潑彩這種顏色 比較華麗的部分 然後他也必須要有一個傳統的依據 所以呢剛剛講到墨塊 他其實是用唐朝的張洽的潑墨法 然後再融合 他在敦煌臨摩的時候 學回來的這種 礦物顏料的畫法 然後融在裡面 然後潑出來 有點這種半自動技巧 然後產生的這種流動性的效果 然後在裡面 再加上他原本 傳統的功力非常的渾厚 對 所以他的構圖結構什麼的 也不會覺得很突兀 然後甚至於說增加了這個畫的耐看度 其實上面的是一個瀑布 他瀑布衝下來到水面的時候 會產生很大的水氣和呼嚨呼嚨的聲音 然後這是水氣暈暈的部分 然後再透過光線照下來 透光的部分的山藍 然後有偏藍偏綠 然後在後面隱隱約約在產生一些瀑布的效果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畫好像表得特別華麗 這個是張大謙特別在日本表 然後他這整套都是日本的花靈 所以在當時其實這個表工費用非常高 對 而且更有趣的一點是 他這個軸頭也是他自己設計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他的唐號叫大風唐 大風唐 然後這邊緣就有一個三千大千 不知道你看到沒有 有看到了 三千大千 這就是他自己專門設計的 然後我們說這種是什麼職材呢 這其實是日本叫七寶燒 就是中國的恰絲法廊 這是恰絲法廊 對這就是恰絲法廊 所以他也挺燒包的 用白色然後將藍色的透明的珠寶的色 把這個白色襯托出來 然後整個華麗感 所以這種畫作人家問怎麼保存 其實我們在捲這個畫的時候 他中間還要鋪上一層叫做Pissure Paper 就是雪梨紙一樣 不會磨損到表面 不然這個彩是礦物顏料 看這個還有點反光 因為它的膠 所以它會有沾黏的狀況 對它會有沾黏或者磨損 這個是這張畫很特別的部分 了解 然後在這邊我們有找到一個地方 你看有沒有看到一個文字 是 這個後來我去請教張大仙身邊的 以前跟他有認識的一些朋友 他現在還有人在 還有人 然後他們跟我說 這個其實就是寫給他太太的 當初留給他太太的那一份 那為什麼會拿出來展覽呢 因為他們不是說隨時為了展覽去畫東西 是有給過了什麼什麼 然後展覽 哎呀糟糕 要大作品 就從太太史上再拿出來 那賣了是不是把錢給太太就不知道 原來 所以這件東西是一個傳承挺有趣的一件作品 是 我們現在看了一件叫潑彩 潑彩 什麼叫潑彩呢 就是這個濃厚的重彩潑在上面 然後產生像珠寶一樣的透明感 其實你近看的時候看起來好像一片一片的 但你推後來看後 它的深度和透明感會看出來 了解 那像珠寶一樣的顏色才能夠稱為潑彩 如果一點點那個其實只是帶一點彩而已 不能算 主要還是潑墨這樣 對相對於其他剛剛看的幾件作品呢 這件是稍微晚期一點 當然都是屬於晚年 但是這更晚一點 更晚 然後呢它潑完了以後 在上面 因為主要都是礦物性原料 是 甚至於白色 但是它用水溶性原料去產生激勵 是 所以你看到起來是水 像丟滴在牆壁上面那種流水痕 對 但是它又有點快有點慢混合 所以變成很多很多的變化 比較柔美 是相對來講晚期比較成熟又漂亮的作品 然後像這樣的作品其實在市場上 只要是潑彩就會特別受到追捧 我們看歡迎 顏色比較豐富 對 顏色也華麗比較豐富 最近在當時在美國就已經有展覽 所以很多人看了就是說 到底 因為好像看起來人都可以潑得出來 但是東西耐不耐看好不好 其實真的還是大師還是不一樣 然後它本身的藝術高度啊這些 就大家就覺得是蠻好玩的一個東西 對比的一個Cupcake這樣 挺好玩的 好 剛看完張大前的經典作品 我們來看一些比較所謂新世代的作家 比如說林峰年 是是是我們就發現說 在最近這幾年來講 似乎這一類的藝術家特別受到追捧 是 因為他們既有傳統的美感 或者是中國傳統的一些思想 對 甚至於像這京劇汽取人物 但是呢他又是用比較現代的仲裁 特別著重在於顏色上面的表達 然後去創作 這樣的作品在於新生代的客人來講 比方說60歲大概到更年輕的 基本上都能夠接受 我們有點半開玩笑說 是有點像西方的藝術的看法 對 就是說很直觀 畫面為主 然後讓畫面去說明所有的事情 林峰年呢 他當時就以當時環境所流行的 比方說像Matisse Picasso 立體派 對 野獸派的線條和構圖 對 然後來融入到他的作品 只是說 我們東方人可能看到那種切割 然後臉搬來搬去的不太能適應 是 所以他也會融合到我們現在的人 比較能夠接受的 那這個題材呢 是京劇裡面的寶蓮燈 對 看到一個蓮花在這裡 是 其實基本上看到蓮花就是寶蓮燈 然後要不就是火燒赤壁啊 這種比較澎湃有意思的劇情 那我們在看林峰眠的作品 就是他會有很多文化的比喻在裡面 嗯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劉國松老師 是啊 我們來介紹一下劉國松老師 他其實 劉國松今年剛好是劉國松老師90大壽 所以我想在台灣各界會有很多劉國松老師的活動 然後 劉國松老師這些所謂的現代 非常現代 其實他這一類的風格呢 大概在一九七幾年 六幾年就開始了 然後呢 因為當時人類登陸月球 所以他就覺得應該用另外一種角度來思考中國藝術 哦 所以他才會有月球啊 或者表面啊 星球的這種效果 了解 然後呢 這變成是他的一個image 就是所有人講到劉國松老師第一時間就想到這個 但是他其他還有其他很好的作品 比方說像西藏的雪山系列啦 千島湖 湖面那種系列 其實都畫的不錯 是 像這一類的作品通常都是打卡聖地 哦 對 很多朋友喜歡 對對對 包括現在有很多人來指明了找劉國松老師的作品 他們就指明要找這一類 對 因為在所有的教科書所有的美術史 基本上都要提到這個 所以我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這張畫 其實你再遠的距離來看 這張畫都是很跳出來的 對非常非常的凸顯 然後那個震撼性也夠 所以就是說他當然有一些東西是比較簡約的 對 像這些都是比較平圖一樣 是 做一個漸層層次 是 但是其實他就是一層一層的 他把那個空間做出來 把意念表達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現代的一種思維方式 嗯 也是現代人能夠接受 所以那個從各種網路啊現代的傳媒 跟以前的做法已經不一樣了 那個傳播的更快 是了解 好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個珠寶的section 那我們有請Ronnie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次的重點拍品 好 Brian你好 那我們這次也很榮幸 就是說有為您介紹幾桌 我們這次春拍的很特別的拍品 那首先最重要呢 是我手上這條豬臉 那這條豬臉呢總共大概33顆 然後每一顆的大角平均大概差不多 是在12米到15米左右 那他這一個豬臉最特別的 就是說他每一個的水頭都非常之好 在過去拍賣市場的一些 翡翠豬臉的紀錄來的時候 這算是我們看過的水頭最好 然後顏色也是最濃郁的 然後他每一顆的顏色 就可以像我們業界通稱的 所謂的帝王綠的一個翡翠 顏色非常的好 然後水頭也非常的難得 那重點是說 翡翠可以保有這麼 就是說水頭這麼好 然後顏色又這麼濃郁 但同時尺寸又這麼大顆 是非常少見的 因為通常如果說要水頭好 然後顏色也夠的話 通常都是比較小顆的翡翠玉珠才會出現 那可以達到15米最大的一個直徑 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那另外呢 我可以介紹我們這次的一個有色寶石 那首先呢 我手上這一顆是一個 六顆拉的緬甸歌血紅的紅寶石 那緬甸歌血紅的紅寶石呢 那緬甸歌血紅的紅寶石呢 近幾年來是真的是 它的產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因為緬甸的不管是它的正經局勢 或是說它的礦是幾乎是開採完畢的 非常非常稀有 尤其是要找到緬甸無殺 然後又要歌血紅的顏色 是真的是可以說是不可能的那個任務這樣子 所以說通常外面現在很多市售的紅寶石 都可能都是其他的產地 都並不是緬甸 所以說這個是很難得以前的一個拍品 那另外一個拍品呢 就是我們有一個藍寶石 那同時這個藍寶石也是我們認識的 春拍的封面 那這是一個九顆拉的一個 一個Cashmir的藍寶石 再加上一個烏克拉的DIF的一個 古老式的切割鑽石 它實際上是用一個組合一個搭配 叫做一個鑽石 然後跟一個有色的寶石搭配 那為什麼會這樣搭配呢 是因為就像我剛剛前面提到 它這個鑽石是屬於古老式的切割 那我們Cashmir的藍寶石也是一個很古老的礦區 那現在這個礦也是開採完畢 也是不會再開採任何Cashmir的藍寶石 所以說兩顆的寶石都是一個很有歷史的故事 跟很長久的一個歷史這樣子 所以說它拼在一起也是很有意義的 那最後一個有色寶石的部分呢 是我們一個珠母綠的一個手鏈 那珠母綠的手鏈呢 它大小差不多是4顆拉 一直到1顆拉多都有 那中間的主石最大是有到4顆拉多 那每一顆的珠母綠都是無油 沒有經過任何處理 因為通常市面上的珠母綠 如果是哥倫比亞的珠母綠的話 通常都有經過一個進度的處理 因為珠母綠它裡面的內含物通常會比較多 所以需要做一些泡油 遇到它裡面的內含物看起來沒有那麼的明顯 那這個很難得是說它每一顆都沒有經過任何的泡油處理 但是它每一顆因為缺油是很乾淨 然後顏色跟火光都非常的好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難得一鍵的拍屏 那再來回到我們的鑽石的部分 我們這次鑽石很榮幸地收到一顆 三顆拉的一個Fancy BB Blue的一個藍鑽 那這顆藍鑽呢它是處於採用竹母綠式的切割 非常的難得 它的顏色非常的濃郁 然後它這次的設計很特別 它旁邊的每一顆鑽石都是用粉紅鑽去鑲嵌出來的 所以說是跟這個藍鑽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對差 那我們在有色鑽石當中我們也知道說 粉鑽跟藍鑽是兩個顏色當中算是最有價值 它也是最稀有最貴的 據說這個拍屏真的是非常非常難得 對 因為兩個都是很貴重的寶石 因為通常陪襯的鑽石通常都是白鑽居多 很少人會花這麼高的成本 去用粉鑽去鑲嵌而成這樣 好 那最後呢 我們這次有帶來一顆很大顆的一個白鑽 它是一個36Color的一個白鑽 然後一樣是MLColor的切割 那它的顏色跟進度都是最高等級 D-Color Flawless 它同時也是Type 2A 最高頂級 然後它的Polish跟Symmetry也都是Excellent 非常難得一件可以看到這麼大顆的一個鑽石這樣子 好 今天帶大家看了油畫作品 書畫作品 然後珠寶 以及我剛剛有直播手錶 那麼今天呢我覺得這次佳士德春拍的御展 非常的精彩 那我也建議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真的可以去來參加拍賣會 公司所舉辦的拍賣會御展 那麼如果你們對於我今天所介紹的所有拍品 或是你們對於這次春拍的更多的拍品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去佳士德的官網來看一下這次春拍的內容 不管是包包 手錶 珠寶 然後還有古董等等的 那我會把連結放在說明欄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字幕字幕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